据台媒报道 根据长期追踪军事飞行器动态的社交媒体账号《飞机守望》 25日发布的消息 美军两架B-1B轰炸机从关德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后向西北方飞去 可能将前往东海或者南海 对此有台媒加喜称 从飞机守望公布的图片中可以发现 这两架B-1B轰炸机正朝着台湾飞来 这恰逢解放军近期不断派出军机进入台西南空域以及飞越所谓海峡中线之际 从今年9月17日开始 台防务部门在其官网建立了实时军事动态专区 用于公布台湾周边海空情况动态 根据其记录的信息 截至24日 解放军军机在8天之内已经有7天在台湾周边飞行 其中9月18日和19日不仅有解放军军机进入台西南空域飞行 还有多架军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 而对于所谓海峡中线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明确回应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泰媒称 由于解放军飞机近日频繁在台湾周边空域飞行 为加强反制解放军战机 台军在22日进行了以解放军战机为假想敌的联合访空作战演习 另外 为应对解放军战机 每年4月到9月进驻澎湖装备IDF战机的台军天驱部队 已确定将延长驻访期至明年 在9月24日下午 举行的国防部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据媒体报道 解放军军机近日接连在台湾附近空域进行演习 台湾地区领导人对此回应称 大陆应保持克制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坦克菲大校回应称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士兵演练 展现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 台民进党当局致广大台湾同胞的安危扶植于不顾 不断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进行谋独挑衅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这一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但干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我们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与作败